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四年级的设计与工艺课 单元是包装我最强 4.1产品设计的包装 学习标准 请自行参约 单元4的内容 第一了解包装设计 第二设计包装草图 第三创作包装设计 第四产品分享会 第五评语建议与改良 上个星期我们已经上了了解包装设计 就是在课本41到46页里 这个星期呢 我们将会做设计包装草图 在设计包装草图里 有四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确定产品 可以参考课本44页 接下来是收集资料 你们可以观察 或者上网与讨论 观察就是观察 家里所有物品的包装 看看里面的信息 和如何做包装 你们也可以上网找资料 又或者是和父母朋友 或者兄弟姐妹 甚至老师来讨论 你们所要设计的包装 接着就是确定包装上 需有的信息 这个可以在课本45页里参考 最后就是构思包装的设计 这个是你们的功课啦 好同学们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所要设计的包装 是给什么样的产品 是给非食物啊 还是给食物 你们可以看家 看参考一下 家里有的东西 家里有的产品 他们的包装是怎样的 然后你们再跟他改良一下 设计自己的 但是这个星期 我们先做草图 不是先设计出来 我们先做草图 然后下个星期 老师才要你们 做出这一个包装出来 如果是要做食物的话 食物又分成干食品和四食品 四食品 这边老师 看了这一个 例如这样子 像Aya Master 这个是其中一种啦 四食品 它的包装 你们可以参考 或者这个是 Ramley Burger 你们都可以看他们是如何设计 还有什么资料是需要写在 什么信息是需要写在包装呢 这些都是式的食物啦 要不然干的食物呢 也有像用紫袋的包装 Cristie 他的信息也要知道哈 这种是用罐砖的 要不然就盒子的 这些是食物 如果是非食物呢 非食品呢 也是可以哈 你们随便你们选啊 你们要选 食物或者非食物都可以哈 我们这个星期是 我们这一个单元是注重在包装 所以你们不用想啊 我不会做这个食物啊 或者不会做这个产品啊 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注重在包装 OK 这个是奶瓶 看他们的 看他们的颜色 看他们的设计 当然是自己能够做会比较好啦 因为下个星期是要你们做嘛 好 纸袋的啊 还有什么 嗯 可以像金色啊 可以吸引到人啊 因为过后也是会有产品分享会哈 就是包装的产品分享会 你们要解释一下你们为什么做这样子的包装啊 是要他很精美吗 要吸引人吗 还是 如何如何 attract人的attention 就是让人家可以注意到你的产品 我们就是用包装了哈 嗯 或者很简单的 嗯 ok 纸袋老师也是可 可以哈 纸袋 纸袋的信息就没有这么多 但是纸袋你要设计到很精美 才可以吸引到人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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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就是这样 还有别的纸袋 嗯 这些因为他们是比较出名了 所以他们写这样简单的 人家都已经可以认得了哈 你们设计的时候 要花一点心思啦哈 ok 就是这样你们可以和你们的父母讨论 又或者 嗯 可以自己观察啦 家里所有的产品的包装 然后设计一个草图 像上一个单元你们设计的草图 是你们制作的产品嘛 这个星期呢 这一个单元呢 你们就设计包装 ok 你们可以看课本 课本第44面是呃 产品包装的种呃 种类哦 然后过后45面是呃 包装的信息 如果是食物的话 你们要有什么样的信息 不是食物的话 就呃 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啊哈 然后呃 你们可以看课本47页 47页那边呃 嗯 一些一些的 一些的 呃 哦 不是47页是 呃 构式包装的设计的时候 你们step by step 就是刚才老师已经有 说给你们的啦哈 就是那个图啦哈 然后第48页 就是你们画草图啦 画草图呢 48页这边 课本48页这边是 它要做成一个盒子 所以它的草图是这样子的哈 你们如果要呃 做纸带啊 做什么的包装都好 你们都画一个草图上来 然后你们要写你们的包装里面会有什么信息 你们也是要写上来给老师 然后同样的呃方法交给老师 OK 嗯 这个是老师所设计的包装草图 品牌是林老师的果汁 产品的名称是苹果汁 嗯 里面的信息都可以都需要写出来哈 里面的信息都要写出来哈 例如成分 保持期 价格 呃 净重 还有清证认证哈 好了 你们的功课就是设计一个包装草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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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